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就如這個圖 這個直線L通過圓點 直線M通過03 那L跟M交予66這一點 好,那現在 它說這個AB 它是平行X 跟L相交的點 那C點 是你做千錘線 跟M相交為C點 然後你再做水平線 跟L相交為D點 最後它問什麼呢 問說這個 第一小題 最後它問D點的坐標 第一小題它問L跟M的方向式 那我們看看這個L L的話它通過00點 還有66點 所以它協力等於1 所以L直線是Y等於X 就L這條直線上面的X座標跟Y座標 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M這一條直線 就2.4 就Y-3等於多少呢 協力6-3是3 6-0是6 然後這個是X 通過03 所以這個M這一條 是Y等於2分之1X加3 這是M這一條直線 這是L 這是M 這是第一小題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問什麼呢 問D點的坐標 首先我們看 這條直線上每一點X座標跟Y座標一樣 好 那這一點 它的Y座標跟它是一樣的 因為一樣高 所以它Y座標是3 那X座標跟Y座標一樣 所以X座標也會是3 那這一個的話 它Y座標是一樣的 不對 X座標是一樣的 所以它X座標是3 那Y座標等於多少 因為它在這條直線上 你就把X座標代用性 代3 那Y就等於多少呢 2分之3加3 這個代3 所以是等於2分之9 所以它Y座標是2分之9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Y座標跟它是一樣的 所以它Y座標是2分之9 它的X座標跟Y座標一樣 因為它在這條直線上 所以是2分之9 所以D這一點 就是2分之9 但是4分之9 這是